Hello 大家好 我是Kath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老公是土生土長的Montreau人 所以我們有假期都會去Montreau 探望他父母、見朋友 這節日假期我們去了三天兩夜 今集主要講由Montreau的地膽老公 和朋友帶我們去Montreau那裡 我們去Montreau主要去吃東西的 不是以遊客的角度 會分享有些什麼是每次都會去Montreau 我們會必吃、必去、必買的 如果大家喜歡今集的內容 記得like、subscribe和comment 還有share給好朋友 第一件事要講一下車程 我們每次由Montreau家出發 去程大約開5個多小時去Montreau 因為開車方便周圍見朋友和吃東西 但如果你住近Montreau 有人會選擇坐火車去 因為Montreau的交通都很方便 但如果是假期的話 你回程時就要預早些 因為回程通常都很失車 今次又下雨 所以要駕駛7個多小時才回到Montreau家 真是很辛苦 知道有人會順道去Makingston 走下山 又或者去Ottawa的博物館 你們都可以計劃一下 而第二件事就是Bilingual 在Montreau大部分人都會以法文為母語 英語只是second language 不是所有人都會講英文 所以我這些學不懂法文的人 去到Montreau就好像啞了 但又不需要太擔心 有很多人都會講英文 但有些staff不懂英文 就由另一位staff去serve你 用英文大多都可以溝通到 而第三件事就是必食 去到Montreau當然要吃法國菜 這次我去了這間餐廳吃法國菜 這裡真的性價比非常高 每個月都會轉菜單 而且價錢非常合理又好吃 是我朋友的食堂 他們都會常常光顧 會有一個appetizer main course dessert coffee or tea 加起來價錢都是50多至60多元 一個人 未連稅 大概300多元一個人 以吃法國菜來說真的挺划算的 可以自己帶走去餐廳 免費幫你開的 而朋友就帶了三瓶酒去 過了一個很開心的夜晚 而第二件事我必食一定是pizza 比較多倫多和Montreau的pizza 我覺得Montreau的pizza 好吃很多 多數我都會叫como pizza 在家裡吃 很多芝士 很多餡 吃完雖然很肥 不過每次都會吃 一個large size的pizza 都是大概30元加幣連運費 未連tips 大概190元港幣 足夠三個大人吃 如果小吃一點 四個人都足夠 第三件事就是pizza 如果你很喜歡gravy的味道 你吃過Montreau這間的pizza 你一定會回不了頭 以前我未去過Montreau 我不知道什麼是pizza 但吃了之後我就真的上了人 薯條上面 淋上很香的gravy 加上大量的cheese 很好吃 雖然卡路里一定爆飆 不過我們兩個每次去都會吃 還有幾個大的 加多3隻hot dog和汽水 只是20元加幣 大概170元港幣 吃到抱著肚子走 但這是一個連鎖的餐廳 只有Quebec City有 而且最近 因為Quebec有vaccine passport 他們不夠人手做 所以你只可以在餐廳外的椅子裡吃 而不可以在餐廳裡 他們只是做dry food 而第四樣東西就是牛角包 其實我很喜歡吃牛角包 因為它很香 而這裡有原味 又有朱古力味 我自己本人喜歡吃朱古力味 因為香和甜 而我老公覺得原味更好吃 因為很香牛油味 這個包大概2個 8加幣1個 未連稅 但如果你買6個以上會比較便宜 我們就買了12個回去 跟家人和朋友分享 而第五樣東西 我很喜歡吃smoke meat 所以每次我們都會去smoke meat pizza 它很受歡迎 所以經常都要排長龍 每次大概要排45分鐘至1小時 如果是午餐時間的話 即是有時看到太多人都會放棄 不過今次我們也有吃到 真的很大份很好吃 而第四樣要說 就是別去的地方 第一個要介紹的地方 就是Montreux Casino 其實這裏就是去玩的 你可以帶朋友在那裏有個巴 在那裏喝酒 看看Live Band表演 很多老虎機 種類比較多 還有它有不同的賭桌 我這些不懂賭的人 其實我就是在老虎機 已經很過癮了 不過我compare 在多倫多和Montreux的賭場 我比較喜歡這個 我去過Pickering和Milton的賭場 它們真的很小 而且老虎機的種類比較少 陶胎的種類比較少 陶胎的種類比較少 多數都是老人家 你進去的話 可能真的沒有了 如果去Milton那裏 Pickering那裏比較好一點 但是老虎機的種類 相比Diaga 4 和Montreux的賭場 真的少很多 所以我比較喜歡去Montreux的賭場 不過進去的時候 大家要留意 一定要檢查一下 究竟你有沒有Double vaccinated 好像我這樣 是Ontario 我出示我打了針的紀錄 給他看 還有我拿了我的身分證明 給他去檢查 Worify我這個人 等同我的Vacine Passport 而第二件事 我們一定會去 At Water Market 因為我也是想去買 新鮮的芝士和鵝肝 我自己每次都會買芝士 因為其實它經常減價 今次我買了四塊芝士 不同種類的 有些藍芝士 有些水球芝士 有些水球芝士 他們是任你選擇的 20元 四塊 我也是分享給我家人 而是相對比較便宜的 比多倫多便宜很多 還有鵝肝也是 每次都會在那裡買的 是相對便宜過多倫多的 而它的質感也不錯 我也會買鵝肝 不過保鮮日期比較短 一買到回家就要去吃了 所以我去Water Market 我多數都會買這兩樣 還有會買馬克蘭 因為家人不喜歡吃 所以我們也有買的 另外要去的地方就是Costco 可能大家不知道 Montreux的Costco 其實是有酒買的 我們每次都會去買酒 相對比多倫多便宜很多 我們今次就買了一套啤酒 因為下一次我們也會再去的 所以下一次我會買一些紅酒 白酒 可以方便我聖誕去招呼我的朋友 所以在那裡盡量會買這些東西 而且你看到這裡有很多不同的Bagel Bagel 或者可能是法包 這些我們都會必買的 因為相對是好吃的 還有我也會買一些Waffles 這些食物回去和朋友分享 而究竟有什麼必買呢 其實剛才也有提到 芝士 鵝肝 牛角包 Bagel 或者Pastry 這些我們都是必買的 因為真的相對便宜 而且記得買啤酒 但是我也想說 有一件事就是千萬不要去Montreux吃 第六件事就是中伏 而中餐呢 我們在Montreux是絕少吃的 因為Montreux的中餐 比較馬琴的中餐味道 實在相差太遠了 有多味精 所以我們絕少會浪費 一些Colta去吃中餐 而且每個點心的價錢 起碼貴三分一 所以我們選擇會吃西餐 法國菜 或者越南菜 順帶一提 越南菜都是很好吃的 以前越南是法國的殖民地 所以很多越南人 都有去到Montreux移民 所以他們的越南菜是很好吃 我試過幾個牛粉 或者火車頭的粉麵 麵 全部都很好吃 做到一個好地道的味道 還有可以試試越南咖啡 都可以推薦 這次我們不是以遊客的心態去Montreux 所以其實都沒有去什麼景點 主要希望分享一些 抵食抵買的Tips給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今集的內容 記得Like、Subscribe和Comment 還有Share給你的好朋友 下次再見 拜拜